歡迎收看小朋友們!大家午安! 午安! 歡迎收看小朋友們! 好! 今天是我們全國電子盒平電盛大開幕 這場將由是我們的AZOOSE華碩 帶來一系列的筆電介紹 接下來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三款 我們現在最新最夯的筆電要來介紹給大家 我們先培養一個小小簡單的默契 當主持人問你任何問題 記得給我一個通關密語叫做是華碩 所以通關密語叫做是華碩 所以有熱情 禮物就會交到你的手上 所以現在在舉辦活動的是哪一家廠商 華碩 華碩 來這個禮物送給你 好的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先介紹我們第一台 第一台看到我們拿到了手上的這一台 非常的厲害 現在看起來很不像電競筆電 那它真的可以打電競遊戲喔 比如說你可以打low啊打鬥陣啊 或者是現在線上最夯的任何的電競遊戲 都可以直接來用我們這一台 這一台就要做的是 ASUS TUF GAMING FX505 FX505 請問是FX多少 好介紹給大家 好我們這一台呢是採用的是軍規喔 它有通過軍規測試喔 所以非常的耐用 打開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台非常的厲害就是呢 它是使用呢最新 現在呢我們最新的窄邊框的設計喔 現在大家手機呢 越用越大 螢幕越用越大 筆電要不要跟著身體 要 筆電要跟著身體喔 來看一下它的邊框的部分喔 它兩面呢是採用窄邊框的設計 大家可以認真看一下 所以這個是15.6吋窄邊框的螢幕喔 問題來囉 請問它的螢幕是幾吋的窄邊框 幾吋的窄邊框 好 知道大家的朋友喔 給我一個通關密語叫做是華碩 準備好 一二三 好好好 有人有點忘記 好請問這一台是幾吋的螢幕啦 15.6吋 哇這卡的很大聲喔 禮物直接送到你的手上喔 用的是15.6吋的窄邊框的螢幕喔 還有呢 搭載是第八代 Intercore i7 六核心的處理器 六核心的處理器喔 各位六核心呢 可以做多工的處理 可以打電競啊 又可以看影片 又可以處理自己的工具喔 所以呢 這台是搭載幾核心的處理器 六核心 六核心的處理器喔 來有聲音有的請禮禮物交到你的手上 六核心的處理器 這台叫做是Coff Gaming M505 好再看到它的後面屁股的部分 這台最厲害的 當你要玩電競遊戲啊 最怕就是玩到一半 突然熱蕩了 突然熱蕩死掉 終於怎麼辦 你就是豬隊友了 還是豬隊友 欸沒有敢承認 然後它後面呢就是 搭載的是Hypercore 雙風扇的設計 雙風扇的設計 請問它的風扇有幾個 兩顆喔 兩顆喔 兩顆風扇 還會擔心熱蕩嗎 不會 到一半會公理嗎 不會 不會 這台呢就是我們 Toff Gaming Fx505 介紹給大家 好的 接下來就是要介紹第二台 第二台 有平常是上班族的朋友 有嗎 有很多上班族的朋友 會想要帶很重的筆電出門 還是很輕的 輕薄的 很輕的筆電出門喔 誰想要這麼 飛的大包小包 還要帶一個很重的筆電出門喔 這台呢為大家介紹到就是 我們全球最小 全球最小喔 14吋的筆地形電喔 這台叫做是 ASUS ZenBook 14 ZBook 14 請問這台叫做 ZBook多少 謝謝 這台ZBook 14 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輕薄喔 有沒有人想要拿拿看 有人想拿拿看嗎 這台重量喔 只有1.09公斤喔 可能比後面那個 攝影大哥的那個 相機還要輕喔 非常的輕薄喔 只有1.09公斤的重量 想要拿走我的筆電是不是 直接帶走 直接想要帶走 因為太輕薄了 這個就忘記它的存在了 還有人記得這台 這台ZBook的多少的嗎 10 10 對啦哇 有聲音有熱情 現在來送個禮物給你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給的禮物 好這個送給你 這台ZBook的紙絲喔 除了非常輕薄之外喔 也不要小看它喔 我們打開呢 讓大家看一下喔 它有一個獨家的設計喔 叫做獨家Nano Edge 四邊剛剛是兩邊 所以這次做到了四邊 四邊 載邊框的設計 四邊 幾載邊框的設計喔 它的螢幕占體喔 螢幕占體喔 螢幕占體 高達了92% 高達了92% 高達了92%喔 這台呢 叫做ZBook的紙絲喔 這部份實質 如果呢 平常是上班族 不想飛太重的東西 就可以考慮了 這台非常厲害的 這部份實質 來介紹給大家 好看到它的這邊 我們下面這邊 版圖的部分喔 平常都是觸控而已 所以當滑鼠來使用 它這個多了一個叫做 虛擬數字觸控板 虛擬數字觸控板 就當你要做文書的處理 或者是會計啊 或者是要打什麼 一些財務報表的時候 這個呢 非常好用 靜靜點兩下 我們就可以叫出 這個虛擬數字觸控鍵 你不要在上面 按這些有個沒的 但下面下面 連加點橙圖都有喔 這個叫做 ZBook擁有的 非常厲害的 虛擬數字觸控板 那我們想說 再多了幾天出門 會不會擔心 電池不夠用 所以電池續航力 非常的重要喔 所以它高達了 12個小時 12個小時的 電池續航力喔 你不用再額外 帶充電器啊 也不用再帶電池出門喔 好的問題來了 這台ZBook14喔 它有高達多少小時的 電池續航力 還有人記得嗎 對有人記得 好那記得給我一個 通關密語喔 叫做是 好 準備好了喔 準備要來送禮物 準備好 1 2 3 好 好 還沒拿到禮物對不對 好 請問是幾個小時呢 12小時 恭喜答對了 好的 這台為大家介紹到的 非常輕薄的就是 ZBook14 介紹給大家 好的 來介紹最後一台 容重登場 CP值非常高 非常適合呢 想要買筆電 在預算又沒有那麼高 但又想要找性能很好的 我們螢幕大的 就可以考慮這台了 這台呢 叫做我們 ASUS B4 BOOT S15 S15 請問呢 這台叫做S 15 對 S15 我顧名思義 它的螢幕是幾吋 15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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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怎麼說它的CP值非常高 因為呢 它的效能 以及呢 外觀都非常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價格會不會很漂亮 對 今天呢 來到我們呢 全國電子和平店 還會再有額外的折扣喔 那這一台 我們VBOOT S15 簡單為大家介紹一下喔 螢幕非常的大 剛剛有介紹到螢幕是 15.6吋呢 15.6吋的 然後放在這個14吋的機身裡面喔 也不會覺得這台機件太大台 並且呢 搭載的是我們呢 Intel Optane Memory的採取技術 這個技術是甚麼呢 就是呢 當你呢 想要辦公 那又很想要趕快完成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技術喔 它可以加快你工作的效能 直接呢 讓你更快完成你 所有身邊所有的工作喔 這台就是我們VBOOT S15 以及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 外觀 非常漂亮的一個 金屬髮絲紋的設計 金屬髮絲紋的設計喔 好的 我們呢 介紹完了這三台機件啊 如果有想要買的朋友 可以大方的走進呢 我們全國電子和平店喔 今天呢 只要呢 滿千就會送一張我們摩彩券 滿兩千 送幾張 買三千送幾張 滿難的問題 兩萬送幾張 欸 很快欸 算數很快 來來有生意送你一個禮物 來來 送你一個禮物 還有兩個大的禮物有人想要嗎 有 最後兩個大的禮物送出去好不好 好 一整組的有人想要嗎 有 那裡筆電很髒的有嗎 有 手機很髒的在哪裡 沒有 好的 那我問你們任何問題喔 記得呢給我一個通關密語叫做是華碩喔 準備好了嗎 好 聲音借給我 手也要借給我 好 請問呢 今天呢來辦我們的 當活動的廠商叫做是 好 你們最愛的廠商叫做是 好 你們最愛的廠商叫做是 你唯一支持品牌叫做是 好 大家好 一人一個一人一個 選給想要送的人 我們送給你 可以 好的想要的朋友喔 想要再拿到禮物的朋友喔 可以呢 趕快趕快 先走進呢我們全國電子和平店囉 今天呢我們全國電子準備了很多禮物要來送給大家 邀請所有好朋友聽照聲音喔 都可以直接走到我們全國電子的店內囉 謝謝